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你可以和小朋友画一些大的圆圈和小的圆圈去表达大小声 在我面前我就有一个大小小大小小的圆圈 我就可以用拍手去表达 如果简单一些 就可以用五只手指一起拍或者一只手指 再听一下 我们也可以用乐器 例如摇鼓 小朋友也可以随意把圆圈去调动 去创造一些音乐 强弱或大小的声音 强弱或大小的声音 其实都是一个比较 如果老师想小朋友去分一下声音 究竟是大还是小 记得要拍两样不同的声音 就容易比较了 在母子变变变变里面 里面我就加了不同的圆圈 你会看到有大小大小的圆圈 我们就可以试试用不同的音量去唱 我们试试如何演绎这首歌 有强和弱 其实我们在音乐上都有其他符号 强我们可以做forte 弱是piano 这两个符号其实都是代表强和弱的 在k3我们可以试试再多一点 例如我们可以将一个点 去做佔大和佔小的声音 这个符号就是佔大 我们一起来用声音试试 就是这样 如果加了一些重复的记号 即是我们要演奏两次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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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